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黄书志 市人民法院院长谢建华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学勇分别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去年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市发展大局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富裕的职责 注重在疫情防控中展现人大担当 在服务大局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民主中增进民生福祉 在探索创新中提升工作效能 全年共召开常委会会议九次 听举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十七项 做出决议决定十五项 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四十多项 执法检查三项 专题询问一次 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一次 依法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九件 任免本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52人次 为我是十三五圆满收官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 也是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收官之年 市任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围绕全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 聚焦中心工作 聚情民生关切 聚力依法履职 聚合代表力量 依法行使职权 积极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人大及常委会职能作用 为推动台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创造新的辉煌 实现十四五发展良好开局 贡献人大力量 做到更加坚定自觉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全过程 更加务实高效 依法有力开展监督 围绕双统筹和民生关切 聚焦民生保障持续改善 抓好民生时事票据项目三问一评 不断提升监督效能 更加用心用情 支持代表依法律职 更加担当有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把好选举程序官保障选民和代表的民主权利 更加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 去年市人民法院全年共受理案件13776件 审结13089件 同比分别增加2601件和2514件 增幅分别是23.3%和23.8% 结案率为95% 解决诉讼标的金额22亿元 今年市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提升执法办案滞项 做到坚持从严治党建设过硬法院队伍 围绕大局谋发展 抓好审判执行第一要务 深化司法改革 提升司法公信力 落实司法为民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为我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提供优质到位的司法保障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去年市人民检察院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 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件 451件738人 提起公诉561件837人 今年市人民检察院将围绕 增强政治自觉 在理论武装中谋划新思路 增强履职自觉 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新担当 增强检察自觉 在业务建设中打造新品牌 增强责任自觉 在锤炼队伍中塑造新形象四个方面 在更高起点 以更高标准推进检查监督体系 和监督能力现代化 为推动台山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法治暴障 本台记者张志强 廖宝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